HELLO 大家好 我是 Tiffan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好像有一陣子沒買網拍了 那我最近遲遲還沒買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買 什麼叫一起買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常常收到很多人的私訊 就說欸 Tiffany怎麼覺得你好像都可以在網路上 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衣服 然後比較不容易踩雷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與其跟你們分享 我已經收到的衣服 不如我直接退一步來跟你們分享 我都怎麼挑衣服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逛網拍的時候 我通常看到衣服我大概八成就知道 我穿起來好不好看 那剩下的兩成其實我就是進去看一下細節啊 剪裁啊 試穿報告等等 那在看這些產品的細節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有一套SOP的 就是可以幫助我挑到更適合我的身型衣服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說用螢幕錄製的方式 讓你們同步跟我一起逛我比較喜歡的幾家 這種現貨的網拍 那今天的影片就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你們跟我一起挑 然後第二部分呢 是我收到後直接穿給你們看 到底是不是適合我 那今天的主題我也蠻興奮的 就有種跟好姐妹一起逛街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就趕快開逛吧 好的那我今天想要買的是SUPER COLOR 因為我發現我有一陣子沒買 然後我之前蠻喜歡在他們的現貨專區買 因為送來很快 那我們就來先逛一下他的現貨區有什麼吧 好那通常我會先預覽一次 然後挑出幾樣我覺得 潛在可能會買的 然後呢再進入第二輪的篩選 嗚 這一件馬上吸引了我的目光 因為你看他的剪裁 他這邊很直 然後雖然這個女生很瘦 但他把這邊修飾的很好 這蠻好看的 好 這一件第一眼看起來不錯 因為你看他這邊 骨盆這裡很瘦 然後呢線是順的 但這邊還要再看近看 所以我們也把它列入考量 他怎麼那麼多種帽T啊 但你看這些帽T都看起來就是 沒有很顯瘦 所以略過 喔 這看起來不錯喔 但我好像有很多類似這種 因為我就很喜歡這種領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灰色好好看喔 下一頁上面的好像都跟剛剛一樣 欸這一件我好像 在貓咪曬月亮有看到欸 我朋友有買他昨天才穿的 這一件的這個地方做的蠻好的 只是因為我比較喜歡 就是分開一點的這種橫條 這個有一點密 這個顏色很美 可是這個領對我來說不夠低 好再來這個西裝褲 一看就知道我不能穿 因為他這麼瘦 他這邊骨盆這邊都有點凸出來了 而且下面又是沖出去的 所以這個 pass 這一件最近好像很紅欸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穿起來都不太一樣 我來看他穿起來長什麼樣子 欸這個 這個百分之百是我秋天最愛穿的那種 好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好美喔 我喜歡 我超喜歡這種 比較復古一點的背心 可是我覺得 穿到的機會比較少一點 這個的感覺蠻美的欸 感覺有氣質 好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好下一頁 喔這一頁感覺 好春夏喔 其實這個還蠻美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狀色的 但是這種材質 我不是很確定會不會好 我們來點進去看一下 近看 這熱舞色必備 呵呵 這襯衫 你看他就是開得不夠大 所以這邊會卡卡的 就不ok 這一件的這個 細件袋這裡蠻粗的欸 可以 喔喔喔 超美喔 超級我的菜 這一件 我等一下跟你們講 為什麼他不行 好我們來看我們剛剛選的這一些吧 喔不這個顏色要預購 這顏色很好看的說 好我們先往下看 你看喔他的feeling也不錯 夠低 然後邊邊又直 你看他這邊的領口做得多漂亮 很順很順 然後材質也不會過於貼身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太貼身的話 他反而會鼓起來 就是會 沒有那麼好看 嘖 可是我覺得好像 米色就沒有到那麼 你看米色這邊 你就會覺得他有點鼓起來了 還是因為size的關係 喔他的尺寸是 free size的 如果是free size 就有點危險 因為 我要穿出這種感覺的話 我至少通常都要拿大一號 如果說連他穿 就是剛米色都那樣子 比較緊的話 那我穿這個可能就太小 就我的這邊 會不夠寬 因為他肩寬 很明顯很窄嘛 所以 因為是這樣我必須放棄他 再來這一件 其實我覺得這個褲頭蠻酷的 這種啊 褲子的 你一定要找他站好的 因為他很多不站好的就是 在修飾他的一些可能小缺點 但是這個褲管的地方 感覺是ok的 是 慵懶感 啊不行 no 看出來嗎 這一件馬上就看出來 他褲管太寬了 欸不過他還有深色 你看出來了嗎 看出來了嗎 這褲管就太寬 這一張就跟這一張就差蠻多的 因為當你褲管一寬 不夠收的話 你就整件都垮垮的 嗯 一看這個我就知道不行了 我要的通常都一定要 是褲管比較窄的 這個又不行了 好再來這一件 這一件 喔 這件都要 這件黑 喔深藍色有現貨 這為什麼 這個不是灰色嗎 為什麼這個顏色 好這種蜂衣呢 通常我會看他手這邊會不會鼓起來 因為我很在意 這邊一定要 平平順順的下來 喔褲色好好看喔 但你看喔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看這邊 是不是有點膨起來 是不是有點膨起來 因為如果這裡膨起來 你這邊整個就有可能 是有點膨的 他一定要很下來很貼 那這一張就ok 而且我蠻喜歡他折起來 是這個 是在這個地方 這剛好卡在這裡 如果剛好在 如果在這裡五分的話呢 就會太膨 那太長的話呢 你又整隻也會 到最後也會膨起來 所以這個長度是比較剛好的 不然我先買深藍色好看 我再 再等 啊 可是我這樣看 為什麼這樣看這麼短呢 剛剛他穿起來看起來很長啊 奇怪 你不覺得嗎 瞬間變超級短了 好我要給這件一個機會 因為我蠻喜歡的 他的這邊的折的啊 而且這個袖 這邊的肩膀處看起來ok 然後又是大翻領 我最愛大翻領了 大翻領就會很顯瘦 如果你裡面穿的是比較 像這樣平口的話 像藍色 加入個舞車 哇這是什麼 好 好再來下一個 立志玲啊 這看起來有點皺喔 我剛剛看AIRSPACE有一件類似的整個瘦丸 因為我最近有發現很多家都有出這一件 那這一件我唯一擔心的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如果在你看喔 他這一條線跟下面這邊 如果接縫處是膨起來的話呢 就不ok 但他這個看起來還蠻順的 而且他這個肩帶的部分 蠻開的 就不是我不能穿這種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的肩膀這邊又看起來更寬了 懂嗎 就是他這兩條要越開越好 我覺得不錯 但感覺有一點大件耶 就是他感覺有點膨膨的 好啦其實我真的蠻想要這種的 試試看好了 但是真的是高風險 我覺得這個下面這邊可能會有點不妙 好 再來這一件 我最喜歡這種不修編的上衣了 這個時候呢 我都會看他這個夠不夠開 就是到底他是只有這樣子呢 還是非常的慵懶 目前這樣看起來也一點點小 因為他的肩膀這麼小 可是你看他都只露出這樣子了 代表我穿的話可能只能露出這樣子 還好 這樣子看就像一件正常的圓領衣服了 沒有什麼 特別 慵懶的地方 可是這樣看又蠻好看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別的顏色 就可以知道了 因為黑色都會很顯瘦 別的顏色也顯瘦的話才會真的好看 你看他這個是 故意拉的啦 他本身其實沒有那麼 那麼寬 好吧我覺得這一件還好 因為他感覺不夠開 這樣子我要一直拉他才會變成一個慵懶的圓領 所以算了 再來看這一件 其實我對他裡面這一件更有興趣喔 裡面這一件好好看喔 他上面有嗎 搞不好有耶 可能是這個 先開好 他是直接把針織外套當做上衣穿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扣子的地方蠻可愛的 可是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反正裡面就會透啦 我覺得好像還好 喔有背心耶 背心有獻貨耶 again白色又是有點透了 他這個是一個組合是不是 我沒有很想要外面那一件 啊可是這個黑色看起來你看嗎 有點窄 而且這一件感覺很 很板很窄 這樣扎起來的話就看起來有點緊繃 對吧他又是free size 不行 再來 滾邊背心 來看一下 喔好多種喔 這個時候我看背心一定是看他第一挖得夠不夠深 再來你看 也要看他這邊夠不夠 到邊邊 懂我意思嗎 這個地方 越靠近外面越好 越修飾你腹乳的部分 這一件 這樣看是ok的喔 而且 再來你看喔 他這個真的蠻高的 就包的蠻好的 這個地方 喔這個 這個顏色也不錯耶 我下去看一下有沒有綠色 這個綠色好美喔 怎麼辦選擇困難 你們喜歡哪個顏色啊 我要來跳脫也是我要買這個顏色 我要買綠的 好 但這一件喔很可能穿起來會太小件 畢竟他是free size 我跟model身材還是差蠻多 再來是這個 好首先我們看這裡齁 他有一點點高了 如果在這裡的話會更好 可是因為他越下來的話 你這邊 肩膀露出來的空間會越多 看起來更大一個 所以其實這個是算蠻修飾的 只是 這是僅限於這種小肩女生 再來看這種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出他這邊到底夠不夠服貼 因為如果膨膨的話 一樣也是 會比較顯泡 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沒有到超級服貼 但這個已經算很不錯了啦 這件目前這樣看起來是 我會給80分 好不過我剛剛只對黃色有興趣 既然只是那顏色那就算了 喔再來是這個 欸這個有純白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件喔 首先連身褲我們要看的部分 就是他的褲襠這邊 是不是夠高 因為你這樣這邊 他這個有一點感覺太長了 一點點 但可能也只是他太瘦了 然後再來他又是一字零 一樣我們也要看剛剛這個服貼度的部分 這服貼度看起來蠻ok的 然後這裡也蠻低的 而且我喜歡這一種下白 就是這樣腿會很顯瘦 因為他這邊是比較膨出去的 但他又不是整件都是這樣 就是只有這裡有 我覺得就蠻好看的 是只有來試試 好那 這一件ok 最後剩這一件 首先你看 沒錯他這邊的確是很直 可是你要注意到喔 他這邊是 跑出來的 有發現嗎 他不是直線 他是斜的 那這樣斜的部分 就會讓你這個地方啊 有點顯狀 然後再加上他的領也非常的高 其實很可惜 因為這一種 版型加上他這個材質 其實是很能很顯瘦的 我也蠻喜歡這個後面 可惜可惜 你看他這邊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斜的斜的 這邊就會撞撞的 不ok 他們都這麼瘦了 好那我的購物車 總共有封衣 一字領上衣 背心 還有這個 連身褲 那我現在就去結帳 這樣大家可以今天就出貨 然後收到以後 再跟你們分享 實穿起來 到底怎麼樣 嗨 大家好 我回來了 那我今天已經收到包裹了 想說 直接來跟你們一起拆 更有那種 一起逛 一起買 一起穿的感覺 那 我剛剛 現在外面都在下雨 所以我現在頭髮有點濕大 不要再接雨 然後應該也會收音收到一些雨聲 那我們現在來拆包裹 那 欸 Super Color的包裝變漂亮了欸 我現在第一樣 喔 這個是我綠色的那個背心 實體的顏色不錯欸 目前看起來是還OK的喔 就大小的部分 應該是OK 那我就直接去旁邊自己試穿 然後我會再 踢我試穿的畫面給你們看 但是我想要 就是跟你們分享我最當下的感覺 好 我就不停止錄影 嘿 喔 我覺得不錯耶 首先它的就是腋下這邊 非常非常的包覆附乳 做得很高 但是不會太緊 很剛好 然後我覺得胸口的 開的深度也夠 而且長度也蠻剛好的 不會太長 因為我覺得這種常常要扎進去更好看 肩帶長度也很剛好 好 那剛剛那一件是 成功 那我們進入到下一件 下一件是 喔 就是那個 這邊有一個交叉的那個上衣 摸起來的材質有點神奇欸 它不是純棉麻 比棉麻 比棉麻的那個磅數再重一點點 哇 好寬啊 各位 天哪 這 這 怎麼會 這麼寬呢 這已經快要塞不下我16比9的螢幕了 好可怕啊 我是不是重重的踩雷了 還是它就是超級膨啊 好 馬上 馬上揭曉 好緊張喔 我覺得這件跟我想像的問題蠻像的 整體感覺偏太寬鬆了 它真的做得太大件 我現在穿的 下面有點斗篷的感覺 而且 袖子也非常非常的開 就很可惜 其實它一字領的地方做得很漂亮 而且 對我這個大肩膀來說還蠻舒適的 我覺得這件我會再去尋找 就是還有在賣這種衣服的店家 因為我很喜歡這邊這個設計 就我出乎意料的覺得還蠻修飾的 只是這個下面真的有點太膨了 我真的會看起來很大一個 再來這個是什麼勒 你買什麼自己都忘記了 這個是 喔 封衣外套 感覺很薄耶 這材質摸起來 就是台灣的秋冬穿的 非常非常的薄 目前看起來是還OK的 因為我之前穿這種材質的都很適合過 因為它不會太硬挺 導致你整個看起來很膨 但它又不會軟到沒有型 只是說這種材質就比較 沒有什麼太大的質感 就是薄薄的這樣 好 我去試穿看看 這件材質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太輕的關係 所以垂墜度不是到滿分 就是看起來有一點點膨 就我有點會想要把它壓下去 一點的感覺 肩線的部分還不錯 可是袖子的部分我覺得 有點太翹出來了 就是可以再更服貼一點就更好 我覺得這件穿起來不像風衣外套耶 比較像那種KIMONO的整個材質跟版型 我覺得這件就沒有到那麼大骨架Friendly了 就是蠻修飾的 但是沒有看起來天啊超顯瘦 是屬於小骨架穿會更好看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這樣的材質跟薄度 就是只適合現在這種微亮的天氣可以穿 真的冷起來的話完全不保暖 我會說它是一件罩衫 我可能會帶去冷氣房穿 但是我不會說它是一個風衣外套 因為它磅數比較不夠 整個那個風衣的架式比較出不來 好那最後這一件呢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發現就是 藍色沒有現貨 但我又為了想要趕快收到 所以我就跟它改成白色 然後很重 目前非常重 如果說好看的話 我應該會再去預購就是藍色的 因為白色這個穿 穿內褲的部分啊 跟內衣比較不方便一點 但主要是先看版型 喔看起來有點短 好 我們來試穿看看 喔這版型很可以耶 腰這邊超好看的 它褲襠跟說要的地方都夠高夠收 而且長度夠短 對有些人可能來說太短 可是我還蠻喜歡這個長度的 就是這個長度我腿看起來比較細一點 而且我身體又很長 所以我上面這個要拉高一點 才不會就是曝光 好那四件衣服的試穿大概是這樣 那我自己平常四五件衣服 也大概會有一件會踩個雷 所以這次的單品我覺得跟網路上的照片相符度 大概有七八成左右 不會差到太多 那我知道這個主題MAC 剛好在上個禮拜也拍得非常非常類似的 我那時候看到我想說天啊太巧了 因為其實第一段我很早就拍好了 只是因為我上一次買了一堆東西的訂單有問題 所以這次我又換一家買 那只能說我們兩個真的是太有默契了 就是連想做的主題都很像 那我今天影片的重點其實比較著重是在 我怎麼從這些網路上的細節的圖 來判斷適不適合我 那也許有些地方是你們平常可能沒注意到的 所以希望這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種跟我一起挑的影片 可以按個讚或是留言讓我知道 因為我還蠻想要把它做成一個固定的系列 畢竟網拍我一直都會有在買 那每次都可以跟你們這樣分享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有點像我是就是網拍實況主的感覺 好那今天這件衣服的連結我都會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剛好有喜歡也可以去看看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我們下次才可以一起去逛街好嗎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你在這邊 你今天想要說 你不懂得很正常 你不懂得很正常 我實施了 你很正常 會不會吧 你不懂得太多了 你很正常